昨天說到,話說袁通搬入了三層樓之後,一直坐鞋入定都入不到定的,而且之前的特異功能就是那些預感忽然間越來越微弱,直到有人,袁通打坐完之後,跟孫氏三兄弟說,說他們會去一個地方,去到那個地方之後,會發生一些事, 是一些非常之不好的事,起碼袁通的感覺就是這樣的,當時孫耀祖聽了之後,就沉默了一段時間,跟著就起床告辭了,到了第二天,孫氏兄弟並沒有照常地來拜訪袁通,甚至應該說,他們再也沒有來過了,自從那天之後,袁通也沒有辦法, 再入閑定,每打一次座,總是深魔重生,更加不要說,跟冥冥當中進行溝通,可以得到啥啟示呢? 既然袁通無法入定,對於他來說,這個打擊是非常之大的,於是他就反思過往,他發現,自從被宣示四兄弟,以大功德作為誘惑,搬進來這裡之後,其實自己已經失心了,發現深魔之後,他不能自省, 所以才直至落到此等田地,亦都覺得自己不配在佛門,所以黯然還軸,但即使是這樣,但還軸之後,他多年以來,還是食齋眾佛,私善於人,並且時時手抄佛經,希望可以當敵心靈。 我聽到蘇日才敢說,亦都暗自感嘆, 因為以我角度來看,能夠預感到未來發生的事,這個未必跟佛聖有關, 以我的所見所聞,完全不信佛,卻有這種能力的,亦都大有人在,更何況,大多數人會有現在這個場景,曾經自己好像發夢見過這樣的經歷, 這樣的預知,雖然沒有辦法,用現今的科學來解釋,但亦都不一定會跟宗教扯上關係, 但是懸通,很顯然是一個很執著的人,只有執著的人,才會取得驚人的成就,亦都往往因為太執著,而去鑽牛角尖。 所以最後,我臨告辭的時候,終於忍不住,我就斟字著句地跟蘇日才說, 大師,我不妨說說我的看法,依我看,你不過是過於執念的, 在今天的佛學界來說,好像你這樣的佛法修辭,可以說是已經買少見少的, 而且當年的事,有太多不明白之處,這個未必是你自身的問題,你何必習慣自己呢? 蘇日才聽到我這樣說,似乎有所感悟,跟著微微抬頭,看來, 跟宗書童相比,宣氏兄弟更加要依靠這位懸通大師多些。 但這位當年一心修佛,不問窗外事的出家人,給我的幫助,反而不夠忠書和給我的多。 蘇日才告訴我的經歷,只不過是令到宣氏兄弟的計劃,又蒙上一層神秘的光環而矣。 毫無疑問,他們所圖的東西一定不是小東西,否則,不會在懸通已經發出警告之後,還不放棄? 毫無疑問,他們為了這個計劃,已經耗費了這麼多人力、物力。 樓都起了起來,居民也遷走了。 有何可能因為懸通的一句話,就全盤推倒呢? 最多做多些準備,多些警覺而已。 他們一樣會去做他們心目當中認為要做的那件事。 但是以懸通的感覺,似乎腳下的這片土地,真是有點古怪。 一邊走一邊想,不經不覺,我已經順著樓梯走到一樓了。 我站在樓梯口,打亮了這棟樓一番,雖然眼睛已經適應了一樓的黑暗。 但是,在這裏還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清的。 我四周圍走一個圈,最終目標確定是一個最陰暗、最黑暗的地方。 那裏曾經被我認為是公共廚房的入口。 我決定要進去看看。 我一步一步走到他跟前的時候一看。 果然是一個向下走的很窄的樓梯。 下面是一個黑暗的一個洞。 那下面是什麼地方? 現在是白天。 但是下面顯然沒有任何陽光透進來,也沒有窗。 我四周圍看一看,按了幾個開關。 都不見有燈在裏面著。 那我就唯有小心翼地走進去。 我慢慢地,一吸一吸,沿著那堂窄樓梯走進去。 走到盡頭的時候,是一線門來的。 接著,我就敲了敲這道門。 沒有反應。 原來這道門是虛染的。 接著,我就推開這道門。 我估計裡面應該是地下室。 還可能是一片漆黑。 但是打開之後,裏面仍然是一片漆黑。 我再向裏面走,沒有走了幾步,就踢了一件東西。 那樣東西的聲音,在這麽安靜的地下室裏面,顯得非常之大聲。 那些很明顯是回音來的。 然後,我就聽到在我身後,有一把很沙啞的聲音。 你是誰呀? 嘩! 嘩! 突然,這位這樣嚇得我。 我都不猜得踢到什麼了。 轉轉頭一看。 我估計那裡,大概是一張床來的。 這把聲音,是來自於床上。 即是說,床上哪有個人躺在樹呢? 嘩! 然後,我小心地說, 不好意思,你是不是前老先生? 對不起,我是神星報的記者拿多, 慕味打擾你,想請假關於這棟大樓的事。 但是,對面跟著又沒有聲音了。 我等了一陣,又再問多一句。 前老先生,你聽不聽到我說話呀? 前... 前陸啊! 前... 前陸? 在這個時候,床上響起一陣很小的笑聲。 聽在我耳裡,忽然之間無骨悚然。 喂! 這傢伙是不是真是瘋的? 他笑完之後,跟著問, 你是誰呀? 哦! 那他就認自己是前陸,是吧? 看來我落對藥了,我把心一橫就說, 沒有呀! 袁通叫我過來問你, 宣耀祖他們在那裏過得好不好呢? 袁通說想去探望他們 孫 孫 孫懷祖 孫徽祖 孫念祖 他們幾兄弟在那裏過得好不好呢? 我繼續在這裏跟祂說 如果這個前陸真的不是傻的話 那這些人名應該會令祂想起些什麼 他跟著就說 大爺 阿爺 好 既然前陸這樣說 我已經肯定 對面這位睡在床上的老人 的確是神智有些不清 跟著我就微微向前靠近張床大聲問他 對呀!他們去到哪裏? 還有那面棋啊! 現在放在哪裏? 去了!去! 我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到最後我就決定放棄了 出門口走人 當我走到出門口的時候 我聽到那張床 咦!那聲 跟著我轉頭 見到前陸似乎坐得起身 在黑暗當中 我依稀見到他的手瘦到乾柴 不停地指手畫腳就說 你去吧!你想找他們啊! 他們就在那裏 你去找他吧! 哈哈哈哈哈哈 出師未設新鮮史 嘗試英雄 淚門琴 哈哈哈哈 前陸忽然間 不知道哭還是笑 還在那裏淫一句詩 跟著他繼續說 你去吧!去那裏就見到他們了! 嘿嘿嘿!就在那裏 說完之後 又是躺在床上邊 沒有聲音了 哼!我都不理他 我走出中央那棟三層樓的時候 站在陽光底下 身上才稍微暖和些少 出師未設新鮮死 嘗試英雄淚門琴 這是前陸在哀嘆宣示四兄弟啊! 還是因為我問他東西 而給我的貼士呢? 好!就算是貼士 這個貼士都太悔劫了吧! 而且就算前陸是有心提示我 看他的樣子 這個提示到底是跟最後答案有沒有關係? 我都真的不敢說 後來回到報社之後 我打電話在上海圖書館找趙偉 說我明天去查資料 上次查得太簡單了 這次想找得詳盡些少 尤其是誰建三層樓的那個建造者的資料 在我看來呢 宣示兄弟在上海灘做了四層樓 又圈了一塊地 動作可謂不算小 一定會跟政府部門打個交道的當時 第一次去查資料的時候 我沒想到圍繞著三層樓 會埋藏著這麼多的秘密 哪怕看到的相片 驚訝之餘呢 心底裏面還未對這件事 提升到能夠跟我以前經歷的一些事 相提並論的程度 直到後來採訪的逐步深入 我才意識到呢 我可能正在發掘一個很巨大的秘密 甚至說這個是一個謎斷 那如果能夠查到關於宣示兄弟的紀錄 就可以給我對整件事件的分析提供更多的思路和線索了 所以第二天 我去到上海圖書館的時候 趙維帶我去他的辦公室 他跟著跟我說 我勸你也是上網查過了 上我們的內部網查吧 如果內部網都查不到 我再幫你想辦法 這麼優惠我 跟著我見到趙維打開網絡 輸入密碼 接入上海圖書館的內部網 上海圖書館的內部網 是很早就開始進行的一項工程來的 這個內部網 將館裏面數以百萬計的藏書輸入電腦 並且開發出一套搜索程序 方便大家去檢索 這項工程的工作量 大家想一下就知道是多麼巨大 雖然很多當代小說的文本 都可以找到電子文檔 但是更多的是需要逐字逐行 逐一字的素描教對 所以準款工程開始了好幾年 直到如今都不過是完成了細半而已 如果有朝一日能夠全部完成 亦都不會完全對外開放查閱 更加不用說現在還未全部完成 在這個時候 照圍打開個介面 跟著叫我坐下 就向我介紹 其實這個系統早就完成了 現在剩下的首尾就是 怎樣向裡面書內容 好像那些歷史文獻 學術著作 地方誌之類的 是必須要最先輸入的 所以現在要查什麼資料呢 已經可以用得上了 我在搜索欄裡 擺入三層樓 然後一個空格 再輸入孫氏兄弟 想了一想 又將孫氏兄弟 改成是孫耀祖 跟著就點擊搜索了 一搜 關於三層樓的紀錄 有四條都是老建築類的書籍裡的記載 其中就有我上次看過那本 《上海老建築圖冊》 我估計內容都差不多 除此之外 沒有同時具備三層樓和孫耀祖的信息 但有一條關於孫耀祖的 這是集北一九三七年至裏面只有一句話 提及過孫耀祖 那句話是這樣的 名身孫耀祖 二座政府田休家堂 建閘北花園 二月動工 九月北 閘北 一九三七年 二月動工 九月結束 孫耀祖 從時間和地點來看 應該可以確定 這就是四兄弟當中的長兄孫耀祖 我手指一邊撐著桌子一邊想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邱家堂應該是類似那些少家幫 是個臭水堂來的 所以要填他來建花園 才是造福周圍居民的異舉 但是以孫氏兄弟的神秘行徑來看 他會不會無緣無故接一攤公益事業來做呢 我又不信他真是這麼好心 邱家堂和三層樓之間 會有什麼關係呢 我招呼趙維 將這段記載給他看 趙維跟著說 哦 好像這樣的事 當時民國政府一定會有相關的文件紀錄在案 你可以查一查 那我就問他 那有沒有方法查到啊 好此類這樣的文件 目前應該保存在檔案館裡 只是呢 一來資料比較浩大 查起身 估計呢 頗費功夫 二來呢 講講下 我發現趙維面露藍色 估計這件事不是那麼容易搞定的 跟著我就說 無所謂啦 麻煩都無所謂 有當時的文件可查得了 最多我自己找歐陽講的 我明白 要調閱這類的 早就歸講風傳的文件 趙維直接帶我去查 給領導知道是不行的 於是 我就打電話給副館長歐陽興 歐陽興 這份人呢 比較喜歡拋頭露面 還要些少的新聞發佈會 他通常都會參加 所以呢 我跟他見過幾面 都算是認識他的 更何況 這件又不算是什麼大事 所以呢 他就很痛快地答應給我 說叫趙維直接帶我去查就是了 只不過 不可以借出圖書館 好了 這件事情來到這裏 都算是比較順利 那究竟之後 在裏面查不查到我想要的檔案呢 這些檔案的記錄 又長不長盡呢 這次去上海圖書館 會不會無功而返呢 肉之後事如何 明天回來再講